我上次有跟你講嘛 這個火箭軍查完再查空軍嘛 先查火箭軍再查空軍 都是高科技兵種 那會不會查海軍我不知道 可是現在找了一個海軍國防部長啊 對可是董軍可能也經過身家調查 發現沒有問題 才當了海軍部長 不才當了國防部長 因為 人事空缺大概拖了快兩個月嘛 所以我相信應該是習近平 想要確定 繼任的人選沒事了 卻要檢查仔細的查核檢查 對對對 不然嗎 你不是出糗了 公佈了沒多久他又不行了 又出事那怎麼辦 所以我猜是 應該對董軍有做過調查 所以 那董軍如果沒問題 就是空軍防腐 反腐那接下來海軍可能也會調查 他自己沒問題海軍他又很熟 就可以處理海軍的相關的這個事物 他現在是所有軍種都查 而是從高科技兵種來查 因為高科技兵種的 利益最龐大 對啊就這樣 要徹底把這個軍方翻一翻就是 對 那另外這個外交路線喔 那最近這個香港的 明報電視台 明報 周刊報導說中國有很多的戰狼外交官被 調職 這是不是代表中國的外交路線要做調整 我不認為 這明報 明報的這種猜測都要打折啦 因為他就比較反共的報紙 所以他看到有這個風吹草動 蛛絲馬跡就可以編出一套 因為盧沙也已經做很久了 盧沙也有一陣子 傳說要調回去 接以前那個宋慶林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 中國外交最大的民間團體 你說這個叫做 你說這個叫冷凍嗎 發放邊疆 那個級別也很高 他就講了盧沙也跟趙立堅 趙立堅也不是沒有位置 有位置但是 聲量不見 沒有啦他只是 那個位置不是對外發言的角色 那你如果這樣講 沒有啦因為人 我覺得這要看長一點才看得準 你如果說是那個 以前那個外交次長 出來講那個 中樂關係上不封頂 對 然後後來被調到那個 那個 我記得是 廣播 那個廣電總局嘛 當副局長 那那個就比較明顯 就是 真的就是 就離開外交 離開外交 那這兩個人並沒有離開外交啊 可能只是輪調 就是他在 他先去某些地方歷練一下 對啊這個 所以要看長一點才準 而且 什麼叫戰狼呢 就是比較兇一點 那這個沒有定義啊 事實上汪文斌跟毛林有時候講話也很硬啊 是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什麼叫戰狼啊 所以 事實上我對這樣的詞我是認為毫無意義的 形容詞而已 那都是美國人 或者是海外一些中文媒體在那邊自己叫的 標題 誰是戰狼就你自己決定啊 然後他又不代表路線的差別 盧莎也也許比較明顯啦 可是 你也不能說他是路線差別 他只是要把 他所認知的國際 國際法上的 的狀態他要說出來 那你頂多只是說你作為外交官要法國大使 不宜這樣說話 說話方式要改變 對對對那可是你說他講的那個立陶宛的 歷史的定位啦跟蘇聯的關係啦 那中國道路認為是錯的嗎 我不認為 那是歷史事實 只是在某些外交場合 不應該直接 我因為在法國的電視台講 那你說 難道北京不是這樣認定這個國際事實嗎 我不認為 我認為他講的就是北京的想法 那只是說 他覺得你這樣太高調 只是這樣而已 另外在經濟 中國經濟大家也很關心 習近平在最新的這個元旦談話當中說 中國經濟未來有風有雨是常態 所以代表就是說大家有心理準備的意思嗎 這小風小雨還是大風大雨啊 有風有雨嗎 不是啦因為 因為2024年的經濟 普遍 大家沒有2023年看好了 比如說美國 美國我看到一個數字是1.2 GDP 那就比今年低啊 今年是有2 那歐洲 歐洲也 不見起色啊 英國跟德國 那有6個國家是負的 那中國大陸 歐洲是排名第2的訂單 美國是第3啊 所以這個叫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你難以控制啊 那 第二個你也可以廣義講啊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通膨結束了 比如說你剛剛在講紅海事件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中東的戰爭不會扮演開 就是他總要把 這些變數都估在內 把最壞的狀況告訴你 那當然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信心恢復 可是這個是連動的 就有一些人會看到 出口訂單不好 那你就會想說那我 還是保守一點 如果是消費者的話我認為 也牽涉到中國的 整個社會福利跟 那個 醫療啦保險啦 方方面面啦 對個人的支撐 他總覺得身邊要留一點錢 不然到時候會不夠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叫企業的投資嘛 那企業的投資就 就 更謹慎 除非 你做內需市場 事實上連內需市場都 有一些風風雨雨 所以最近不是要把那個出版局的局長給換掉 他就是 出台了個什麼電玩政策害人家股價暴跌 也不是電玩政策 就是 未成年的保護 就是電玩 對他限制那個加值 可能他有限制 一次玩的時數 那加值就直接影響到獲利 所以 暴跌了將近八成吧 相當嚴重 那這個就是一個拿捏 事實上你如果去問中國的老百姓 大部分的家長都 認為這樣是好的 就是 這些遊戲公司賺太多錢了 前一陣子也規定過啊 就是說這個 未成年在哪個時段不能 時數而已嘛 對現在是加值 加值更直接影響公司獲利啊 那 我事實上台灣也有啊 課金 偷 偷用媽媽的信用卡 去 花在電動 數位遊戲上面嘛 動輒都花好幾千好幾萬這樣 我坦白講 就我個人立場我也認為應該進 覺得他做的是對的 對的啊我認為他是對的 是因為經濟上有風有雨 被你搞的風雨更大 可能是就這個決策啦 就是可能 但有人覺得說你 太急切了 太突襲式 就是要取一個平衡點 那當然這個 這個坦白講這個決策不好做 因為你必然是跟業者鬥爭嘛 那業者就鋪天蓋地來罵你 那股民也罵你 所以壓力很大啦 可是我覺得 坦白講我對這種數位遊戲 我是相當不以為然 那你一定也對什麼加密貨幣相當不以為然 當然是相當不以為然 那根本沒有實體價值 所以中國大陸後來 進了 數位貨幣直接用法幣 人民幣直接發數位貨幣 這比較有道理 那 我像我女兒從小到現在從來沒有玩過數位遊戲 這麼優秀 他就是沒有興趣 他覺得很無聊 然後他就認真 你的教育太成功了 也沒有 他覺得有很多東西都要學習啊 學習新知要讀書 學音樂啊 還有去學 鍛鍊身體啊 就有很多都是 可以讓你更得到正向成長的啊 那玩那種我常在捷運 車站上看到什麼 小朋友在那邊玩遊戲 說你在浪費生命啊 你當場勸告他 我是沒有這樣講 那個就是在殺 你正義模仁 那個就是在殺時間啊 沒有 他們是enjoy其中的樂趣 因為我們家有這個青少年 不我知道啦 表示你找不到其他的enjoy 是讓 人間可以學的 可以有快樂的東西很多 你要開堂什麼親子教育的嗎 不是啦 也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東西對 對個人的成長毫無幫助啊 所以我是 我對這個本來就沒 沒什麼好感啊 所以他靜的好 把中國大陸有一些 也許你認為他會 比如說補教 補教他那個時候就認為說造成階級差異 他也不是毫無理由 他可能是靜太過 就變成連那個 網路上的教學網站都 都不見了 那他就要適度恢復 比如說東方右教又開始 恢復一些營業 那 他常常有這樣要拉平衡點的問題 那這個當然就是 因為他是有教育部的單位 有國家啦 事實上只要有教育部的國家都會有這種爭議 比如說日本跟法國 日本跟法國就是 就文布審 還有法國的教育部 他是介入 對 國民 精神方面的成長 他是有指引的 有指引的 那英美法系的人就不以為然 自由的精神就被你們殘害了 美國沒有這個東西啊 美國就教育 教育部 大家去編課綱 家長會認為可以就可以了 那法國跟日本 跟中國一樣 台灣也是啦 就是有統一課綱的 那教材盡量 就是在一定的範圍內 按照這個課綱來編課本 那這樣的國家 多半對 這種事情就會管 因為他認為這個牽涉到學校教育 因為每個人的時間是有限啊 台灣沒有管這個 還是有 法國應該也不會管這個吧 不一定 這個就牽涉到你講的是 成人他不管 他管的是那個 國小國中的時候 比如說有 比如說我隨便舉例啊 我們台灣有很多學校 會規定 小朋友不能帶手機進學校 你認為美國敢管這個嗎 我不知道私立小學 私立中學都是不能帶手機進教室 對 美國啦 美國 我說美國 我不知道 美國有人敢管這個嗎 除非是那個學校的特殊的 校內的公約 公立學校敢管這個嗎 台灣的公立學校也不能管這個 是啊 是啊 可是有一些國家就覺得不一樣 這個就是牽涉到 你認為所謂未成年的學生的學習時間是有限的 那你這個時候的學習 是 可以 知識成長最快的 不要浪費時間 對對對 你有各種可能性嘛 那等你過了 等你過了15歲了 坦白講你要學任何東西都會變得 緩慢 遲鈍 比如說我講學語言就好 你如果在12歲以前學語言 你很快的就會駕馭 3到4種語言 你12歲以後你再學一看 保證你到處都卡到 除非你是 特殊語言專長 這個就是 人要不要珍惜自己的 寶貴的學習時間 是這種問題